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·布朗凯26号召开一场关于新学年的会议 做出一系列声明 法国7月份发布的学校卫生议定书增加一个新变化 即新学年所有教师及11岁以上的学生必须佩戴口罩 在疫情可控的情况下 学校在遵守卫生规定的同时基本正常开学 在病毒传播活跃地区 开学将受到限制 比如轮班上课或远程教学 在疫情形势严峻地区 学校可能被关闭 新学年小学班级的学生人数将调降 法国将提高教学透明度 教师将向家长通报孩子的成绩 并根据可能存在的不足提出补救措施 教育部本周恢复有关改善教师工资的谈判 尤其是针对年轻教师的工资 让米歇尔·布朗凯还宣布一项4亿欧元的国家教育预算 grammar 研究枠 询瓦